喔!只要動口不用動手 像做皇帝一樣 好舒服喔 以後不用老婆了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森林營養師 尚立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的老婆 我叫安安 我是阿凡小姐 再來上班老婆 我是營養師的老婆 安媽營業監部同學 阿凡小姐一個好驕債 就是我 阿凡小姐一個好驕債 歡迎來到 唉唷 阿你怎麼還送出來 我們就還沒煮好 對啊 這是我來看 對啊對啊 這國是我的日子耶 什麼日子 四月盆你 喔 像這家 我媽媽 我媽媽你都拿不去喔 我是國民爸爸 你是國民爸爸 對啊 國民爸爸 對啊 因為之前很多人說 就是我們都有拍這個母親節的影片 但是都沒有特別拍父親節的影片 父親節是不是要表示一下 這樣來啊 父親節扮演的角色是怎樣 他要學費 他要生活費 都從頭到尾都要父親做 這樣 才叫做父親節 我們有啊 我們有啊 阿嬤 這個爸爸節夠了 要送他什麼東西比較好 送他什麼東西 他都沒有欠喔 他送小酒啦 好驕債就是這樣啦 你是有想要什麼禮物嗎 當然我喜歡說 水果的這樣 炒兩斑好菜這樣 賠這些小酒 你又來還是要賠酒 對啦 因為父親節在巴鈺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而且爸爸又是支撐家庭 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分享 到底要怎麼讓家裡的長輩 釋放壓力 有哪一些食物可以讓我們肌肉放鬆喔 但是我覺得你的父親喔 是比較輕鬆的一個父親 說什麼話 哪有 我多辛苦了耶 你怎麼要炒米也要炒 真的嗎 夠了 沒錯啦 爸爸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還有一個人更重要 謝謝乾爹你再來喔 謝謝你喔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感謝我們的乾爹 Takashima高島 讓我們可以做出更優質的影片喔 就讓我們看下去喔 哇這個乾爹讚 那有哪一些是可以讓雞肉放鬆的食物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 哈囉 牛奶 牛奶咧 他不是吃到會肚子嗎 牛奶不是蛋白質嗎 我都不敢喝耶 牛奶其實蠻多 比如說你有在運動或健身的人 會拿它來補充蛋白質 它可以放鬆雞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裡面有個很重要的營養素 叫做鈣質 你知道鈣質啊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肉收縮 因為一般大家都會認知 鈣質是照顧我們的骨頭 牙齒 但是它針對我們的肌肉 心臟 神經 都有關係喔 阿肝肥也很高 也有關係喔 阿肝你睡不著嗎 也會有關係喔 跟你肚子痛有關係嗎 肚子痛 就是肚腸不耐症 哈哈哈哈 有一些如果你身體 鈣質濃度比較低的時候 肌肉就會收縮 會比較緊繃 蛤 我現在只要整個增加姿勢 那缺鈣人會抽筋嗎 缺鈣人蠻容易抽筋的喔 蛤 對 因為就是身體的電體質不平衡 這就是其中一個 需要補充的營養素 如果你是全素的話 就是吃譬如說像是豆腐 裡面也有鈣質 那或者是一些豆類 那也可以補充 深綠色的蔬菜 那像是如果不喝牛奶的話 也可以用什麼 優酪乳啊 起司 其實裡面也有鈣質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拍過一集 很豐富的鈣質 十大鈣質 也可以去看一下 阿嬤 平常是有在喝不喝嗎 有啦 你自己有去買嗎 我們會怕我們賣啦 喔 你有賣不喝嗎 有啊 那賣哪個白煮呢 不知道什麼白煮 這個我都不怕這個 都賣粗糯沒中的啦 哈哈 第二個的話 其實它有食材 但是它有一個更快速的方法 就是你去外面曬太陽 哇 曬太陽 可以補充鈣質啊 不是 哈哈哈哈 曬太陽 可以讓我們身體合成維生素D D的話可以幹嘛 可以幫助鈣質的吸收 所以你如果吃鈣的時候 記得D也要補夠 那維生素D其實有一些食材 像比如說我們的 有曬的香菇 乾香菇 因為它有 其實也有 它有曬過太陽 對 所以它就可以吸收 然後你再吃它 然後像雞蛋裡面也有 那如果是 荤齒的 可能就是 鮭魚裡面其實也有豐富 所以那個蔬菜 比如說有蔬菜啊 一定要吃 那個 立頭打過的那種蔬菜 欸 營養成分會比較不一樣 維生素D 除了幫助鈣質吸收以外 它針對我們現在的免疫力啊 抗發炎 其實都有一些幫助 阿嬤 你怎麼會怕打立頭 他不怕 不會啦 打立頭都餓喔 但是現在的太陽都還蠻恐怖的 其實會建議你大概晒10到20分鐘 建議是20分鐘 但是大概會受不了 其實你晒20分鐘 身體的維生素D可能就夠了 那也不要晒太久 紫外線會傷害 阿嬤你現在白很多耶 來這裡滴 沒有你們滴 以前都 每天跑 你沒人怕就對了 阿嬤怎麼怕啦 你做韓國在那裡 再來一個可以讓肌肉放鬆的食物有什麼 其實深綠色的蔬菜裡面都有啦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營養素 光合作用 不是 營養素啦 吃法 不是 就是我們的鎂 鎂離子 沒專業 沒鎂離子 那鎂離子可以幫助我們的能量代謝 包含我們的肌肉的正常運作 所以你一定要吃夠鎂 而且根據我們的國民營養調查 我們普遍有七成的人都吃不夠 都吃不夠 對 因為大部分你看 有些人其實根本沒有在吃蔬菜 而且有些是運動完 其實鎂也會大量流失啊 其實這時候你用補充足夠的鎂 其實會對肌肉放鬆也有蠻好的方法 真的喔 阿嬤你是不是不喜歡吃肥蓮菜 這肥蓮菜比較像 有兩種 這小菜吃下去 對肥的來不疼 那那大張的 它會疼的喔 都吃肥肉都會疼 但如果你沒有吃深綠色的蔬菜 這蓋子蓋子啦 這蓋子 其實這菠菜是很營養的菜 那如果你沒有吃這種蔬菜 你也可以吃這個 南瓜籽 這是堅果 或者是一些全骨雜糧類 其實裡面的鎂離子都還蠻好的 這裡面都有鎂離子 對啊這裡面其實都有 南瓜籽的表現特別好 這也當預防攝護線回答耶 對 其實南瓜籽是很營養的食材 但這要記得一個重點就是 它是堅果類 避免吃太多 熱量比較高 你會吃堅果 南瓜籽不是比較大顆 不是堅果籽啊 我們都沒吃喔 外面的啦 你都沒吃啊 再來一個其實算是最常見 大家普遍會比較認識它 就是肌肉可以放鬆的食物 這個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裡面其實有豐富的 甲離子 甲離子也是一個很重要 讓我們肌肉放鬆的營養素 甲離子也掌管到 神經的收縮啊 與肌肉的放鬆 所以運動之後 你要肌肉放鬆 比如說你做得太累 很累 哎呦 他常常說 老婆這給我嚇嚇的 剛好 你就叫他吃香蕉就不用嚇了 這樣對不對 會放鬆啦 如果放鬆加嚇 可能更好 這樣 但是除了香蕉以外 其實甲離子豐富的蔬菜也蠻多 剛剛的菠菜其實也有 像有一些這個 馬鈴薯裡面甲離子含量也蠻豐富 還有像山藥啊等等 甲離子真的還蠻重要 除了讓肌肉放鬆 它還可以降血量 蛋皮的甲離子會比較多嗎 如果你馬鈴薯帶皮 可能會再高一點點 但是它本身裡面這個就有了 其實我們之前不是有教爸爸吃德素飲食 德素飲食其實很重要 裡面一個營養素就是甲 它針對我們的血壓的平溫也很重要 甲離子多吃一點可以降血壓 對 因為我們普遍是什麼吃太多 鈉吃太多 鹹 鈉吃太鹹 那你這時候也需要甲離子下去做平衡 阿嬤在疲也在餓 阿嬤你今天有煮情酒 有啊 我也有煮 你也有 阿嬤人家說香蕉、生糖 台灣就沒有人 那接下來我們要歡迎我們這一集的 神隊友 蛤 什麼人神隊友 神隊友不是我嗎 嗨 大家好 復興節快樂 蛤 你說他是神隊友 我煮好好 他來吃吃吃 他腳穿拐拐的 他是我的煮隊友 他才是神隊友 不是啦 我是說他現在坐的這個椅子 是神隊友 不是這隻椅子 對 阿嬤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台 Takashima高導按摩椅 對啦 沒錯啦 他就是神隊友愛舒服 iVolce扎發椅 他不是一般的按摩椅喔 他有三種自動模式 四大按摩技法 他可以揉捏 敲擊 揉敲 指壓 就像一個真人在幫你按喔 按你的肩頸 你的臀 都可以放鬆喔 真的喔 對 你這樣喔 你可以按多久就要按多久 隨便要按多久你就要按多久 十五分鐘 對 按一次有十五分鐘一個循環 哈哈哈哈 啊一兩次的 一兩次就三十五分鐘 對啦 哈哈哈哈 而且他也可以深控喔 有控的喔 對 不然你是不是都看不懂那個遙控器 對啦 像我們這種年代的人 看到遙控器喔 真的頭大 所以你用講的就可以 喔 只要動口不用動手 像做皇帝一樣 好舒服喔 以後不用老婆了 好啊 Takacau 你好 我在 阿 阿 阿 Takacau 你好 我在 阿 阿 你 你不懂喔 他聽得懂喔 你在 你不懂喔 他現在按 腳沒有按 Takacau 妳好 我在 蛤 要罵妳的這樣 那妳可以叫她 譬如說 自動按摩 打開吃 妳好 我在 自動按摩 蛤 妳的自動按摩 對 然後還可以調整部位喔 好的 有沒有 她很聽話喔 主體按摩 好的 零重力 好的 好像要往後起來 好像要飛起來了 蛤 還會這樣跳起來嗎 對啊 零重力讓妳直接這樣彈 而且腳還可以伸直喔 腳還可以伸直喔 她可以拉伸這樣 不要太大腦了 大家吃 而且除了聲控以外 它還有四種不同的手控模式喔 像是妳現在這個是叫 揉捏 有沒有 再幫妳捏 敲幾 有感覺到嗎 有 揉揉的敲 跟剛才不一樣喔 有嗎 有 指壓 捏捏捏 對 這是指壓 而且還有回轉指壓可能 腳底特殊滾輪 有感覺到嗎 有喔 就像太空氣囊把妳包起來一樣 然後從軸部完整包覆到手部 左右兩手循環按壓 而且有三段力道可以調整喔 腳部可以拉伸到18公分 腳部是雙層氣囊 如果妳想要更放鬆的話 可以加強溫熱功能 真的好溫暖喔 還有就是它的造型真的很好看喔 它有星塵紫跟夜幕黑 零重力以身下泡勤躺 讓重量分布於全身 呈現自然放鬆的姿態 零靠牆 前滑的設計 只需要離牆3到5公分喔 綁毛抓皮 耐磨 抗污 防撥水 而且還有無線充電面板 手機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充電 而且還有支援藍牙 邊聽音樂邊看影片邊按摩 營養汁喔 今天就有一個特別的龍褲來了 這個 而且還有情境燈喔 怎樣 老爸按起來覺得怎樣 太舒服了 有夠差的啦 你一定要有一台 好像豬隊友坐在神隊友身上 哈哈哈 要教我們什麼 雞肉放鬆的料理 馬鈴薯菠菜濃湯 然後我有請了一個老幫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幫手要來幫忙 老幫手啦 今天你穿這件是新的耶 是的啊 你的肚子怎麼又那麼大 哪有大 沒有啊 有那麼大 已經很小了 唉唷 來 然後第一個步驟 那我會先把菠菜用油炒 它的甲離子才會釋放出來對不對 它才會留住啊 如果你用汆燙的甲離子就留掉了 喔 這樣喔 這點也而已 對 來 番草再拿來 對 那你菠菜要用油炒 甲離子公才會鎖住了 才會流著啊 才不會隨著水流掉喔 好 這要炒到全熟嗎 要喔 才不會泡氣 我先炒好了 然後拿起來 然後那個老幫手 你幫我拿 兩張那個餐巾紙 餐巾紙 嗯 手腳零力喔 嗯 先炒好棒子 嗯 不用洗鍋子 這樣很高 可以給你 可以用 現在還是一樣要加一點油 洋蔥 洋蔥 好 熱了嘛 因為鍋子熱了 因為在蛋裡有一點炒 然後下蒜末 好 要脆了 好 可怕有香嗎 蛤 有香嗎 好像下馬鈴薯 蒜頭味 來 蘑菇多一點 要這樣子的話就是都炒熟就可以了 對啊 把它炒熟 然後再加 有人加雞湯啦 我們一定沒有加 直接加清水 好 直接下馬鈴薯 這個來 這個 然後把幫手裡去用加水 對 要加水就行了 加水就好了 我們要切一盆 不夠 水才夠 水才夠 不夠喔 這個加水加不夠 加水 不要悶一下嘛 要 不要悶啦 來 加水 不夠喔 來 然後把它拿鍋蓋 對 來 鍋蓋拿來 鍋蓋 鍋蓋在哪裡 你猜 他這個老公說 連鍋蓋放在哪裡 他就不知道啦 要找到耶 我在煮耶 等一下 蓋煮你 豬隊喔 最後你看 它是一個豬隊 你知道嗎 對啊 但這件事 然後要讓它這個煮熟啦 加鹽巴 差不多兩公克 你這樣這樣看得出來 但是通常這樣會煮多久 為馬鈴薯鞋啊 開蓋 來 哇 沒有燙 喔 來 人家可以 來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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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這個豬隊友 他都沒在做工作 我跟你說 然後呢 把這些菠菜放進來再煮一下 來 豬隊友還是神隊友 來 我要叫你用果汁雞啊 先插鍵 先插鍋 哈哈哈哈 你不加蛋糕的鞋子 他真的不知道要操作在哪 他不知道啊 來 我夾班禮齁 所以就食材滾好了 就下去打是不是 對 就好了 可以囉 最後再加進去 因為要增加這個蛋白質的量 對 所以你也可以 除了碳水以外 你也可以補充蛋白質 他應該要給你用啦 面啦 你不是他隊友 好 來 這一段就放進去 好 把這些放進去 會嗎 對啊 這麼簡單啊 放進去 放進去就好了 對 對 來 來啦 還是我來 還是我來 好啦 這個角 對那個角 這樣有嗎 這樣 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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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有阿嬤去嗎 什麼味 鹹山茶 然後呢 在這個快要好的過程呢 我會再加牛奶 那牛奶也可以加多一點 再放一下 倒汁還沒那麼好 嗯 還一定喔 倒汁還沒那麼好 好 這味道很濃稠 好 OK 除了這個碳水以外 還是要多一點蛋白質 會比較夠 所以就可以再煎個 蝦仁跟干貝 對 阿嬤 再煮好了勒 你媽啊 實在有夠了 快來吃看看 好 剛剛除了這個 馬鈴薯 蘑菇 菠菜濃湯 那又多加了我們的 蝦仁跟干貝 這可以增加我們的蛋白質 不然其實裡面的話 是碳水量比較高 這樣的話 其實也可以達到一個 比較均衡的方式 那有在運動的朋友 就是記得 我們刺食的肌肉放鬆 是還蠻重要的 對 你要吃對營養成分 然後也要做對 正確的放鬆方式 阿嬤 吃看看 氣味比較好 那個蝦菜會變成 微微的一點點這樣 那個蘑菇味蠻濃醇的 蘑菇的味道 嗯 那麼菠菜的味 讚 哇 吃完這個 這麼好吃的濃湯 放鬆料 我快來找我們的這個 神隊友 大家吃 那你煮隊友要去找神隊友 對 找來 拚吃靈這個 對 神隊友 對啊 那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看下方的資訊欄 因為他真的是還蠻多功能 還蠻不錯的一台 我們的沙發椅 大家吃 大家吃 可以讓我們家中的爸爸 不一定爸爸 就是長輩都可以 最近父親節也到了 真的要感謝一下爸爸啦 所以為了這個家 他很幸福啦 對啊 雖然是算是輕鬆的 但是還是任勞任怨 該做的責任還是都有做的 他沒有掃一樣責任 也沒有那種拋棄氣質這樣 頂多他都會說 去找媽媽 去找媽媽 問你母啊 問你母啊 但是還是很感謝他 好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影片分享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還要 訂閱喔 記得 開啟 開啟 小叮噹 謝謝 Miki將 Miki將 Miki將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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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覺上一項的 我們T就是T Taki將 Taka Taka T-A還有一個K Taka Taka 好 很好吃喔 嗯 Kiki將很好 Kiki將很好耶